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恰似故人归不知有多少人在期待着呢? 也许是为了回应大家的这份期待 官方放出恰似故人归的首支预告 从这支预告的内容来看 它是将恰似故人归的20集内容做了一个串联 也就是说在这一分多钟的内容里 包含了后期要发生的所有故事 当然由于时间有限 这里放出的都是后半部分的精彩片段 因此,短短一分多钟的内容 每一幕都变成堪称经典的存在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恰似故人归的预告中都说了什么吧 在上一部与君出相识的结尾处 顺德被纪云和划伤了脸 随后又被长衣放了一把火 因此,他的觉美容颜不见了 脸上多了一个很深的伤口 看起来十分的猙獰 而国师最在意的就是顺德的脸 所以他发誓要将其治好 但问题在于,想要治好这种的伤势 势必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这对于国师来说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因此,他给顺德用上了十斧忧虫 光听这名字就知道 这种治疗方式绝对不简单 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的残忍 所以一向不把藏生看在眼里的顺德先机 可谓是受尽了折磨 但国师不在乎 因为在他眼里 顺德不过是一个代替品 甚至可以说 要是没有那张脸 国师估计连看他都不会看一眼 而这件事 也成为了顺德彻底黑化的一个点 因此 在后期的内容里 顺德虽然变美 却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蛇仙美人 其实从纪云和被抓 到被顺德折磨六年 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因此 在常义将他救回去后 没多久 纪云和就在劝详 与灵士的阵前闭上了眼睛 此后 常义变得不再像他 直到纪云和以阿基的身份回归 他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 与大家一起围守护北京而努力住 但顺德的强大 与容颜爆发时所受的伤 让常义有些力不从心 但有句老话说得好 团结就是力量 北京并非是常义一人的 所以不管是容颜 还是顺德 北京的人们和亲朋好友们 都一直站在常义的身后 与他一起对抗柱 也就是说 原著中需要寄云和来封印顺德的剧情 成了他与常义率领众人共同对敌 那场面之华丽 绝对能看出该剧组的经费在燃烧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场战役中 有不少人会下线 但在这一次的预告中 却是给了洛锦桑一个特写 当看到平日李欢托的他静静地躺在空明怀里时 小天的眼角有些湿润了 其实在空明和洛锦桑这对CP的海报出现时 小天曾有过这一对很不搭的感觉 但随着小蝴蝶下线 空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情绪崩溃后 才后之后觉得发现 这一对的感情 其实也有助自己独特的魅力 恰似顾仁归一共20集 要播放的剧情还是挺多的 纪云和囚禁复活 全员对抗顺德等等 纪云和被长衣救走 关在了湖心小岛的云院 说是囚犯 其实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他 青瑶误以为纪云和杀死了他的姑姑青叔 情敌相见 分外眼红 虽然云和现在很虚弱 但也不会让人欺负他 上部里胡王战死 长衣无一就是北渊的新王 这里他换上了北渊尊主的王符 是一套很尊贵好看的风格 顺德经历了痛苦的治脸过程 虽然脸治好了 但人也被折磨得疯了 他要让纪云和长衣付出惨痛的代价 天下的人都要臣服于他 说实话顺德这个造型很美 林浩清为了寒霜的解药 不得不假意顺从 预告里还有他被顺德用脚踩的画面 辛苦林谷主了 这里长衣身处一处火山 一样的地方 应该就是原著里守护北渊的剧情 火山奔发威胁到了北渊的主城 长衣带人一起守护北渊 但也因为施法过度 后面面临即将被冰封的危险 然后又是一处原著的明场面 是长衣和纪云河并肩作战的画面 这里是仙师府 后面的剧情就是宁溪与附身纪云河 打破了仙师的护体纤印 还是仙师府 天空中出现了青色的烟雾 肯定就是仙师府画里的朱燕 预告里长衣貌似要和他同归于静一样 跳入了这团烟雾里面 当然结果是好的 看来最终的大boss应该还是顺德 最后是浑身散发住黑气的顺德 这不会是被朱燕附身了吧 后期的顺德修炼禁术 吞噬了很多人 实力达到了相当恐怖的境界 下部最大的一个看点 无疑就是众人全员搞失业 北渊不惧 要战便来 红衣的纪云河大战顺德 热巴的动作很实干净漂亮 与军出相识开播至今 最不讨喜的角色莫过于顺德先机了 骄纵狂妄 妄恩负义 世人命如草芥 典型的风批美人兼恶毒女配 每次遇上生命危险 耸得很 嘴里只知道班就冰 喊师傅 没有一点真才实学 却骄傲地犹如开瓶孔雀 自恋又自立 虽然饰演顺德的女演员郭小婷 是个清纯妹子 但进入角色后 一点为何感都无 这应该就是演员的素养和演技问题吧 把顺德这个风 美人演得入目三分 令人牙根痒痒 所以看到顺德终于马失前提 遭遇滑铁卢 一张引以为傲的脸也因杀季云和失败 被反噬毁容 观众们也直呼 大快人心 妙恶女的感觉实在太妙 滋味很酸爽 顺德仙姬是何等骄傲之人 在宁清的骄纵之下 他完全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甚至连自省其身的觉悟都没有 毁容之后 他顿时陷入疯狂的虐杀之中 生死历劫要撕了季云和那个始作俑者 其实最后季云和最后死了 他依然不依不饶 给山川湖泊下毒 不顾百姓无辜性命 是要攻破北渊之境 杀了长裔 以及所有令他碍眼的人 甚至于 顺德仙姬为了变得强大 报复所有反抗他暴政的人 拿青羽卵鸟和鸡成羽当祭品 以人恋妖 变成一个不仁不妖的怪物 他吸盖了凝清所有灵力之后 并不满足现有的处境 还亲手杀了自己的弟弟 谋权篡位 获得了最大的权柄和话语权 顺德仙姬如果杀宁清 还情有可原 毕竟宁清一直把他当作宁西宇的替身 只是一味地纵容他 包庇他 并没有真正教导他 实践身为人师的责任 顺德报复他 是能够被人接受 但事实上 顺德仙姬并没有杀宁清 只是吸盖他的灵力后 将其囚禁在地牢里 反而杀了自己的弟弟 明明他的弟弟一直都对他很好 姐弟之间的感情也不错 即使三观不合 但也不至于涉及生死之争 但现实一直很残酷 人性的至高至低点无法揣测 何况是顺德在毁容后 彻底疯狂 没有丝毫的理智 也许从前他还会在意弟弟 但遭遇毁容 发现自己被荡成替身 顺德的新估计就崩溃了 他的整个心胸都充斥 祝仇恨和报复 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良知 想要报复 攻打北渊 不是他这个仙姬一个人说的算 因为在他的上头 弟弟汝君才是天界之主 只会得了百万兵将 最关键的是 小天君并不认可姐姐的杀戮之心 他是个爱好和平的孩子 虽然劝不了姐姐 但绝对不会助纣为虐 所以顺德仙姬才会不顾一切地杀了他 自己掌控权力 发号施令 是要与北渊拼个鱼死网破 你不能对一个疯子讲道理 论伦理 因为他听不进去 也不会理会 顺德就是这般 不得不说 顺德仙姬的余生只剩下了仇恨 他恨纪云和何常义 仇恨所有违背他命令的人 手上沾满了鲜血 如果最后不是宁清秘秘反歌 纪云和何常义联手抗敌 北京上下同心协力 顺德这个祸害还真不好出去 好在 邪不胜正 顺德仙姬终于死了 一切归于平静 这个女人生前被世人记恨 死后被外人唾骂 终究是就由自取 这一切是对你 这是对我来说的 对我来说的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对你